刘雨宁也是其中之一,自从走红以后,人气也累积了不少,这次还登上了歌手的大舞台,不过可惜的是,并没有取得一个好成绩。 其实,能跟这么多歌坛的前辈同台,就已经说明他很火了,在失败以后,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。 对于为什么失败,刘花可以说是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,想不想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呢? 一起来给大家详细说说吧,只要是喜欢短视频的朋友,对于刘雨宁应该都很熟悉了,他是《摩登兄弟》里面的主唱,因为一首奖真的被大家记住,从此爆红并进入了娱乐圈,在很多综艺晚会上面经常看到他的影子,也出演了很多影视作品,口碑和路人员也非常不错。 不过,这次参加歌手踏遭淘汰后,发完痛哭,更是让网友们跟着心疼不已。 在这一届的歌手当中,有网友评论说是神仙打架了,因为全部都是知名的,实力派歌手,还有刘欢这样的重量级参加。 刘雨宁参加的时候,粉丝们也刻意去给他加油打气,但终归实力不够,还是成为了一轮游歌手,在后台痛哭了起来。 对于这件事情,刘花到处失败真相,之所以会失败,跟原创的欠缺有很大关系。 中国不缺好歌手,缺的是真正原创,所以,ANU才会凭借着原创得到大家的认可。 事后杨昆也是直言,像刘雨宁这样的歌手太多了,有很多人也支持这种说法,因为他只能算是个转。 新成功的网红,并没有实力去跟真正的实力派歌手比较。 当然也有人觉得,很多歌手也不是原创,但同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,这样人就不能算是歌手了吗? 被主文中图片来源网络,如 所以就签一下借货 それでは跟末口擘, 到, 感谢观看